临近节假日 各大网站又开始纷纷打折了 作为居家好男人的有数君我 自然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哎 这卫生纸挺合适啊 来实题 这方便面也挺便宜 买一箱 可买完之后有数君发现 自己在双11双12期间买的这两样东西啊 都还有好不少没用呢 你可别笑话有数君太会过日子 其实仔细琢磨琢磨你就会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喜欢囤积东西 看到超市有东西打折 甭管需不需要 买回来再说 不用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掉 但是这样的精打细算啊 真的会让我们生活的更好吗 答案是否定的 极简历这本书中就告诉我们 很多人喜欢囤积东西 其实是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 而生活中太多的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其实会不断的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这本书重大的意义 就是教会人们如何改变原本的想法 清楚那些扰乱我们的事物 把有价值的事情啊 做到极致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清生活的本质 体会到生活纯粹的乐趣 极简历这本书 一共有六个章节 主要讲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分别是 我们为什么要过极简生活 我们如何培养极简的习惯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要如何让自己极简 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过极简的生活 像永如君刚刚说的那样 我们原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 就会越快乐 而事实上 这些行为啊 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安全感 试想一下 女友往往会想要集齐各种色号的口红 什么大红 鲜红 姨妈红 可每天出门的时候 就纠结了 到底涂哪个色号的口红好呢 再比如一看到什么青藏甩卖 皮革肠倒闭 就马上去买很多便宜的衣服回来 结果发现 自己根本不会穿 不可否认 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但堆积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们其实就会越烦恼 人们只有学会 不被那些诱惑扰乱心智 才有更多的时间 专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极简历的作者小野 在书中就这样说道 其实人拥有的东西越多 安全感有时越少 反而拥有的东西少了 焦虑也随之减少 极简的生活 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 让我们可以集中精力 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并且把它做到极致 第二部分 我们如何培养极简的习惯 书中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要培养一个习惯 需要21天的时间 这21天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有数据来分别和大家聊一下 一 这第一个时期 就是最开始的一个星期 也是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星期啊 我们需要不停的提醒自己要干什么 如何去做 我们可以设置一些讲法机制 来强迫自己去维持这个好习惯 二 第七到十四天 这是最不能放松的一个星期 在这个阶段 我们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诱惑 所以你很容易就会放弃 觉得 哎 反正我都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了 少说奉奉一下 也没什么关系嘛 可这一放松不要紧 一切又要重新来过了 这让有数据想起了自己减肥的经历 总是坚持那么几天之后 心里想着 哎 少少吃一顿好的也没关系嘛 结果可想而知 千功尽弃了 所以这个阶段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三 第十四到二十一天 这是需要提醒 但是很轻松的一个星期 经过前两周的坚持 很多人很容易形成了一种 自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的错觉 但万里长征还差那么一小节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仍要不断鼓励自己 告诉自己 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 要继续坚持 所以呢 如果你也想养成一个好习惯 那就不妨花上这二十一天的时间 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部分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要如何让自己极减 在生活中 要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 因为他们很可能 让我们的生活一团糟 同时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都要学会舍弃 要时常问自己五个问题 第一个 这真的适合我吗 第二个 我真的需要它吗 第三个 如果有了它 我的生活会更好吗 第四个 没有了它 我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吗 第五个 我真的那么想要吗 如果这五个问题当中 有三个问题是否定的 那就果断放弃吧 没必要留下这个东西 让自己糟心 在工作中 我们同样要让自己极减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四个方面 一 清理掉过期无用的电子邮件 二 清理掉无用的便签 三 清理你的电脑桌面 四 清理掉过期无用的文件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只有从极减出发 你才能不断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 其实啊 极简里这本书 就是告诉我们 时间要花在刀刃上 如果能抛出杂念 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到极致 我们的生活 又怎么会不富足呢 所以和有数军一起来记住这句话 内心越是丰盛 生活越是速简 说到极简 有数军我最佩服的一个人 你们一定猜不到 那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十亿万富翁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的传奇之处 就在于他的一身毁欲参半 创立了标准石油 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 虽说是全球首富 但是却过得十分的节俭 甚至连他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老爹到底有多少钱 关于这位神秘富豪的传奇故事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关注有书快看微信号 私信回复 财产两个字 你就能看到相关内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